哈喽大家好,我们从这一节零基础的大礼包课开始 就要帮助大家功课音标这样一个难题 我们在第四阶的第一个课程里面跟大家说过了 就是发音首先最基本的一个是找一个发音的感觉 因为我们中文的发音主要是集中在口腔的前部比较的短频块 而我们英文的发音呢会更多的用到胸腔发力 在这种力的推动下它会形成一个雨流感 就像波浪一样一下一下的往前走 所以说这是一个发音的感觉 那在发音感觉找到了之后呢 我们要功课的第二个大难题就是音标 很多同学从小就不会看音标不会念对不对 看了音标没有人教你 你还是不知道这个词怎么读 那今天我们就是要来功课这样一个难题 那首先说一下我们教的是这样一个音式英语的音标 也就是音标它也是分美式和音式的 因为音标它其实不是说音语独有 音标它是用来记录人类所有语言的这样一个发音的特征 就是说这个音是怎么发出来的 所以说呢中文其实也可以用音标来进行标注的 那么所以说音式音标和美式音标 它们就有分别对应不同的 有些单词音式发音美式发音不一样嘛 所以说跟大家提前说清楚 我们说的是这样一个音式的音标 那首先看到这样一些前沿 几个小问题说发音标准重要吗 当然很重要 我们说你可以有口音 包括钟老师也告诉大家口音没有那么重要对不对 不用说每个人都说成BBC那种广播枪 但是我们一定要明确 有没有口音和发音标不标准 这是两个概念 相当于说我们打个比方 如果说你在中文当中你把爸爸说成了伯伯 那这就是两个含义了对不对 所以说啊和哦 这两个拼音你是要分清楚的 那么在英文当中也是一样 听说是一体的 你只有自己说的是对的 你听到正确的发音才会反应过来 同样你也只有自己说的是对的之后呢 你才可以进行这样一个有效的交流 所以说到音标这个层面上 我们希望大家还是可以尽量的去追求这样一个准确性 同时标准的发音是其他发音技巧的基础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西红柿炒鸡蛋 你只有先明白它是正确的 这样一个非常标准的发音是西红柿炒鸡蛋 你才可以把它说快说成 比如说北京话凶日炒鸡蛋 对不对 所以说英文当中也是这样 你只有做到一个非常标准的发音之后 你做连读或者其他的技巧才会比较的容易 那接下来看到说那为什么我们要学习音标呢 我直接说老师你示范一个单词 我跟着读就可以了 不行吗 不可以 因为说音标它是一个语言学家发明出来通用的 记录发音规则的发音特征的这样一串符号 所以说我们说受人以鱼不如受人以鱼 教大家学会音标之后呢 你就可以去自查 你可以通过查字典来检查自己的发音是否准确 那么碰到新的单词呢 你也可以通过查字典自己就能明白它的发音是什么 同时通过这样一些准确的音标 我们可以避免母语的一个迁移 尤其是这样一个负迁移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在英文当中碰到这个短缘音 很多人会因为找不到它具体的一个发音位置 就把它发成拼音的 所以说比如说这个单词 很多人会把它发成 这很难听非常的忠实 所以说当你学会音标之后 你在你的脑海里面一个符号对应一个音 那么这个符号就会对应到它正确的发音 而这个拼音的一呢 它有它自己对应的发音 你明白了这是两个不同的发音之后 你就可以尽量的避免母语带来的这种负迁移 在你的脑海里面就不会通过把每一个单词 类比到相似的拼音发音来记一个发音了 那接着我们会看到说 在这样一个音标的课程里面 我希望首先带大家做的是一个什么呢 口腔唤醒这样一个事情 而不是一上来就教音标 因为不同的语言 它会动用到的肌肉块其实不太一样 比如说我们在讲发音的感觉的时候 给大家讲过 中国人是不太习惯胸腔 甚至口腔后部发力的这样一种感觉 所以说你这部分的肌肉 你动用不到的话 你就会想方设法的用相似的拼音去代替 因为这是你更熟悉的母语嘛 所以说首先我们要先教大家认识一下口腔的各个部位分别在哪里 那么后面说到的时候呢 你就要想办法的去尽量的运用到自己那部分的口腔 然后改变这样一个惯性代常 就是用不太正确的 但是相似的 相挨着的这样一个肌肉来进行一个发音 那么现在进入我们正式的课程 首先第一部分是要教大家认识发音 就是我们这个音是怎么发出来的 我们是如何发音的 简单来说 发音是要通过三个区域来共同完成 第一个区域比较简单叫做动力区 就是你的肺 你的气管 这部分其实不需要我们自己太过于刻意的去控制 你说话的时候 它会自然的就有一个用力的感觉 它是提供这样一个动力 但是还是回到我们第四节第一节里面讲到过的事情 虽然说我们说中文的时候也会动用到这部分动力区 但是是用的比较少的 大家要尽量的去习惯胸腔发力的感觉 那么接下来的这两个区域呢 就是我们要去学习控制的区域 是影响我们发音准确性的区域 首先是声带 声源区 声源区就是声音产生的来源 就是取决于你的声带振动或者不振动 所以说这部分的控制其实比较简单 因为它只有振或者不振两种模式 比如说我们说飞翔的飞 这个辅音它就是不振动的 它几乎没有声音非常轻对不对 但是它对应的这样一个 这种就叫做轻辅音 那么它对应的声带振动的这样一个着辅音 大家会听到我这个地方 一直在振动吧 手放在这里会感受到 所以说这个地方其实也比较好控制 只分振动和不振动两种情况 那比较难的就是最后一个区域了 调音区 它是包括口腔鼻腔和烟腔三部分 口腔用的最多 鼻腔其次 烟腔涉及到的地方比较少 那么主要就是要学习如何控制这一片区域 其实这么一想就会发现 发音其实没有那么难 因为你人体这么大一个人 对不对 这么多块肌肉 你只要去学习掌握这小小的这么一点点地方 你就可以把发音做得非常的标准了 所以说其实没有那么难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首先告诉大家我们需要去了解的一系列的就是定位 发音的定位 鼻腔 这个地方是人的鼻子 所以说这个地方叫鼻腔 比较好理解 然后这是我们的口腔 那么在口腔里面呢 我们简单看一下 这是上唇 这是下唇 然后这是上排的牙齿 下排的牙齿 那么接下来就是比较难的 大家平常不太能 不太会说到的一些区域 所以说也不太了解 首先是上齿银 上齿银就是紧贴着你上排牙齿后面的那个区域 那个部分 然后往后走一点点 你的口腔上颚的这样一个平面 然后它是硬的 这个是叫做硬颚 硬颚往后面走一点点 有点接近你的喉咙眼的那个地方 同样是靠上 在硬颚的后面 你用舌根去顶 这个地方会稍微软一点点 然后顶起来会有一点点痒 这个地方叫做软颚 大家主要就是要记一下这些地方 一会儿说的时候 要知道在说哪里 然后接着舌头 舌头的区域的划分也比较简单 最前面这一块叫舌前 也有地方会把它进一步的区分 分为什么呢 这是一个舌头 最前面的这个地方 有人会把它叫做舌尖 然后往后走一点点这个区域 就这么一小块区域 叫做舌叶 但其实大家大致的知道 这一块都叫做舌前就可以了 舌头的前部分 然后接着是舌头中间咯 舌中 然后最后是舌后 然后甚至我们有时候会说 再往后走一点点 这叫舌根 然后往下走 这个地方是我们的烟枪 然后下面是我们声带 比较简单 主要是硬额软额 舌中舌前舌后 还有舌尖舌叶 这几个需要大家去掌握一下 因为经常会说到 什么什么发音在哪里 不太了解的话 需要注意一下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音标 音标在我们这样的音式发音里面 辅音是一共有24个 音标是用来记录什么的呢 我们说你在自然界当中 构成这个大自然 构成世间万物的最基本的是什么 我们说它是各种元素 对不对 所以说在发音的层面上 我们说一个发音 它最基本的构成的一个音速 构成的这样一个元素 是叫做音速 音乐的音 发音的音 那么音标就是用来记录音速的 所以说辅音音速 原音音速 就是这样一个含义 在音式发音里面 有24个辅音 辅音是什么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这个不算是它的一个定义 可以把理解为 就是一个描述 辅音是怎么发出来的 它是气流在调音区 大家还记得调音区吗 口腔 鼻腔 烟腔 在调音区 某处 所以说是不固定的 不固定在哪个地方 可能是口腔 可能是鼻腔 也可能是烟腔 在某某处受到阻碍之后 用力 破除阻碍 发出的音 它的发音特征是短暂 轻微 后面不接原音的时候 你这一个辅音是很难发的 很长久的 所以说我们注意一下 它的这样一个发音 就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受到阻碍 也就意味着你要主动的去 形成这样一个阻碍 主动的去形成这样一个阻止 气流直接通畅无阻 跑出来的这样一个关卡 第二个阶段就是你要 蓄力 也就是持续这种阻碍 蓄力的阶段 最后一个阶段就是除阻 你要把这个声音 啪 冲开这个关卡 所以说 主要就关乎三个问题 在哪里形成关卡 持阻的阶段 我们就关心 声带是不是要准备好 要震动了 那么在除阻的阶段呢 我们就关心 这个气流 它是怎么冲出来的 所以说辅音 它虽然说比较的麻烦 然后可能会碰到一些 中文当中没有的 这样一个发音 比如说 对不对 但其实辅音 它练习起来是比较简单的 因为它非常的清楚明了 哪里形成关卡 震动不震动 气流怎么出来 非常的清晰 明确 不会有太多 就是你去游一不定的 这样一个区域 所以说只要把它这三个问题都弄明白了 辅音是很容易发出来的 那么原因 在音识发音里面 我们就说20个原因 原因它是 什么叫原 原就是始 就是根本 所以说一个音节 它是按有几个原因来进行划分的 一个原因就是一个音节 原因它是指气流不受任何阻碍 通过调音区 你看它不受任何阻碍 就通过了这个调音区的话 所以说我们就没有办法很明确的描述 在哪里形成一道什么关卡之类的 我们就只能通过改变调音区的形状 来发出不同的音 而改变形状这件事情是一个非常困难 非常难以描述的 比如说我说你的嘴巴 稍微圆一点点 稍微扁一点点 对不对 我很难去告诉你 你说嘴角里也成45度还是60度 所以说原因其实在练习上来说 它是比较难一点点的 因为它很 它会很相似 是经常是处在一个很暧昧的一个地方 发出来的一个音 很难找到 所以说它的练习是需要我们大家去反复 进行这样一个机械性的肌肉记忆吧 这个肌肉记忆固定下来 才会发的比较好听 那么原因它是可持续的响亮的 比如说唱美声的时候 啊哦哦 这样一些音它都是原因 它可以持续很久 很响亮 那么我们原因里面就不涉及到 声带是否震动这样一个问题 是因为它的声带基本上都震动 所以说我们刚刚说声带震动就是轻 就是灼的 不震动就是轻音 所以说从这个层面上来说 所有的原音它都是一个灼音 所以说在内部就不需要去 进一步的划分轻灼了 因为它都是灼的嘛 所以说这是原音 接着我们看到说 辅音这样一个成组方式 按照成组方式就是哪里形成关卡 我们可以分为双唇音 唇齿音 舌叶齿音 等等等等等等 你看这里面都包括两个部分 比如说双唇就是包括上唇和下唇 唇齿就是包括一部分唇一部分齿 舌叶齿音就是你的舌头前面和你的上齿音 所以说这些成组方式是非常明确的标出了 在哪里去形成这样一个关卡 但是它就划分的过于细致 而按照声带是否震动呢 它又只能分为轻辅音和轻辅音 所以说它又是过于粗犯了 所以说我们在一会儿学习这样一个辅音的时候 我们会按照这样一个除组的方式来带领大家进行一个分类学习 它就是这样一个细节程度刚刚好 我们会看到有爆破音啊 鼻腑音啊 爆破音就是指你的这个声音是直接冲出来的 气流是直接冲破这个关卡 而鼻腑音是指这个气流不会去冲破那道关卡 那道关卡始终都在 但是呢 我这个气流改从鼻子里面出来 色擦音就是我先形成这样的关卡之后 这个堵塞的感觉若有似无 然后你气流是从中间一点一点挤出来的 摩擦音就是这种挤压的感觉更加的明显 那么通音我们是最后会讲到 它是带有一部分原音特征的这样一个辅音 这是我们的除组方式 一会儿我们就会按照除组方式为大家进行讲解 然后基本上是一对一对的这样一个轻拙来对应讲解 那么接下来我们首先看到的是这样一个爆破音 爆破音刚刚简单说过了顾名思义 你看这个图片中所显示的 首先是这个图片显示是双唇形成一个阻碍 上下唇形成阻碍之后呢 这些小红点都是你续的这样一个气流 它慢慢慢慢在你的口腔这里形成一个非常密集的气流之后 一股气它就冲出来了 看到没有 所以说比如说这六个音就是我们说的一个爆破音 大家可以拿一张纸去感受一下这个爆破音气流冲出来的感觉 比如说我们第一个 大家会看到这个纸会非常大力的被冲开 然后第二个B 第三个T 然后第四个D 还有K 还有G 它是会把这个纸会给弹开的 因为这个气流是一口气冲出来的 那么首先在爆破音下面我们再进一步的按照一个成阻部位来进行一个划分 首先看到的是双唇成阻的这样一个B和B 这两个音 什么叫双唇成阻呢 很简单 上下嘴唇形成一个阻碍 图上显示的非常清楚 上下嘴唇形成一个阻碍 所以说大家会看到这些音其实每一个都能对应到非常精确的一个名字 比如说B 它就是双唇成阻的一个轻的爆破音 因为它是声带不震动嘛 然后第二个声带是震动的 是B 大家找一下这儿震动的感觉 它不是中文当中的B 这样一个轻轻的这样一个辅音 这样一个声母不太一样 接着我们在单词当中一起来看一看 舌头这两个辅音 辅音一般都不太涉及到就是舌头一定要做到什么什么样子 像这个辅音当中它的舌头就是一个自然摆放的 所以说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上下分就是只有这个P和B是不同的 它们剩下的音标其他的部分都是一样的 所以说我们一组一组对照的来看 第一组Page 第二个Page 第二组Page 第三组Pack 第二个Back Back 下面第二个三组 第一个是Copy Copy Copy 第二个人名 Co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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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组Cap Cap Cap 然后第二个 C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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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组 Copy Si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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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 Si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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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你会注意到这样一些爆破音它们出现在鸚节结尾的时候差别听起来会不那么大 但是在雨流当中正常的一句话当中 这个差别还是比较明显的 第二组爆破音它的成组部位是哪里呢 舌叶 记得吗 我们讲过的舌头前面 最尖尖的那个舌尖尖往后走一点点的地方 或者你就理解为舌头前面就可以了 然后和你的上齿银形成这样一个阻碍 这个图画得非常清楚 这是你的舌尖 这是你的上齿银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地方形成一个阻碍 就是t 和d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t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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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 d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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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组 t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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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 d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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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第三组 t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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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一个是 die dye dye 然后第二个三组 是他们出现在音节的中间或者结尾 我们一起来看看第一个 me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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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 metal metal 然后第二组 h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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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第二个 h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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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组 hot hot 最后一个 hood hood 同样在词尾的时候 区别听起来没有那么大 但是在语正常的说话的时候 你不用担心这个问题还是很容易听出来的 最后一组 舌后 软饿 成组 舌后在哪里 是不是舌头后面拱起来 软饿就是硬饿后面一点点软软的这一片顶着有点痒的地方 所以说这个其实也比较好找到 我们中文当中有类似的发音 比如说哥哥哥哥哥哥对不对 只不过中文当中这个 g 它是不振动这个声带的 所以但是成组的地方是一样的 所以说应该很容易找到这个 这一个地方成组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第一组 第二个 然后第二组 然后第二个 第三组 下面一个 然后第二个三组是在音节的后面 它们出现 look 第二个 然后第二组 然后下面一个 然后最后一个 然后下面一个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讲的这个地方 这样一个知识点就是在 这个 这样一些爆破音 这样一些出现在 这样一个辅音后面的时候呢 它会发生一些变化 它正常的来拼应该是 对不对 但是你就会发现 因为前面这个 这个辅音因素 已经要消耗你一部分气流了 所以说如果说你后面继续发这样一些 送气的轻辅音的话 你的气就会很不够用 比如说这个单词 正常的应该是speak 如果说我们把这个 还原成p 它就变成speak 这里几乎就听不到这个声音了 所以说在这样一些 碰到s的时候呢 它这些送气的轻辅音 就它们原本人家气流 是会被送出来吗 叫做送气 送气的轻辅音会变为 不送气的 你可以这样理解 就是现在这样一些 会分别变成中文当中的 但是你会发现我读得很轻 为什么呀 因为它很多人说这个叫浊化 它其实不是浊化 它并不是变成英文当中的 声带是不振动的 因为你声带是否振动 在你发s的时候就已经决定了 你是不振的 你很难把一个单词读到一半的时候 再去重新决定说 我的声带要让它振动起来 我们说你的声带是否振动 是在破除阻碍之前蓄力的阶段 就要准备好的 对不对 所以说 这样一些送气的轻辅音 在这种时候 它只是变得不送气了 并不是浊化了 但是这个概念 大家不用太纠结 因为你在正常发音的时候 你很难去做到浊化 只是说有些老师会把它说成浊化 其实不对的 我们给大家示范一下 第一组 它如果说送气的时候 是念 pick pick 你看它是被吹开的 但是不送气 spe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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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只几乎不动 同样的第二个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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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也是动的 但如果我说 s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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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也是几乎不动的 所以说它只是变得不送气了 最后一个很简单 kate kate 同样是变为 skate skate 那接下来要讲的一个知识点就是当爆破音出现在词尾或者音节节尾的时候千万千万不要自行在后面补一个原因上去 特别容易被大家用来补的原因有哪些呢 比如说 比如说这个地方 speak speak 它就是k 非常轻 如果说你补上去了 就变成了speaker speaker 就变得很重 然后这个发音也会变得非常的中式 非常的难听 所以说千万不要自行补原音 它在结尾的时候就是很轻很轻的一个辅音 比如说这个单词 正常的来说它念 what what 对不对 但是很多人在表示惊讶的时候 它惊讶不到点上 它把这个t变中了 因为这个单词就变成了what what 对不对 就是中文会 中国人会很容易这样说 但这样其实不对 而且很难听的 你在进行一个夸张的时候 应该是夸张在这样一个原因上面 所以是what 是这样子的一个夸张 好 我们接着往下看 接下来要看到这三个是鼻辅音 还记得我们说过是怎么样来教这个辅音的吗 这个分类是按照除阻的方法 也就是气流从哪里出来的方法来进行描述的 所以说顾名思义 鼻辅腔就是你在口腔的某个部位形成了阻碍 大家看这张图里面 这个地方是不是形成了阻碍 气流想要往这走 但是走不动 在这被卡住了 所以说它改从哪里呢 从鼻子里面挤出来 所以就得到了这样三个鼻辅音 那么首先我们看到的是这个m 这样一个鼻辅音 前面括号里写一个p和一个b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这个音和前面两个音啊 从这个成组的方式上来说 它是同样的 都是双唇成组 这个音就是你的上下唇紧闭 但是呢 不管这个气流怎么冲 你的嘴巴就是不张开 你就一定要从鼻子里走 所以说就得到了m这个音 这个音其实中文当中也有 但是普通话里面 它不会出现在音节结尾 它只会出现在前面 比如说mama mama对不对 而且我们很少 就是鼻音感会比较弱 但在英文当中呢 它的这个鼻音感会稍微重一点点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首先它出现在音节前面的时候 m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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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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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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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大家不容易找到这样一个鼻音感的话 可以多练习一下这个词 它有点像牛在那摸摸叫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把手放在鼻子的侧面一点点 会感觉到鼻腔的振动 m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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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一个发音 接着再出现在单词中间的时候 alm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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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第二个 emp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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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最后再出现在音节或者单词结尾的时候 这个我们粤语方言区的同学应该会比较做起来比较轻松 因为粤语里面有一些口腔闭合的这样一个闭合辅音结尾嘛 但是普通话的同学会有感觉到不那么的容易 但是一定要记住这个地方鼻音感要带出来 所以我们看到第一个 calm calm 第二个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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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个 dr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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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地方要注意的就是m p字母组合 比如说这个empty这个地方 m是不能冒过去的 然后再比如说跳这个单词 ju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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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定要有那个鼻音感 如果说你冒过去就变成了 jump jump 然后这地方就变成了empty empty 就是很奇怪 而且读的不对 接着我们看到第二个鼻腹音是蛇叶齿音成组 同样的这个成组部位跟我们括号里写这个t和这个d是一样的 所以说这个地方就很多人要注意了 就是大家发这个音的时候就很容易简单的非常模糊的只注意鼻子 反正我鼻子动了一下 嗯就过去了 嗯就过去了 但是不会注意到这个成组地方这样一个地方的保持 一定要把这个地方保持住 这个地方保持住了之后 你在发很难的音节的时候 你才可以很快的定位到这个音怎么发 以及你的发音才会变得好听 比如说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你如果说找不到这个发音的感觉的话 你可以先试着发t和d 找到d的的的的那个地方在哪里 找到之后顶住 然后不要动 气流从鼻腔里面挤出来就得到了 嗯嗯嗯嗯嗯嗯嗯 然后你会发现自己在练习这个音的时候 很容易带出来一个嗯嗯嗯 这样一个尾音 就是你的舌头在发完这个音之后呢 这个地方你把它松开的时候 会容易带出一个音来 刚开始练习发音的时候 大家可以尽量的找一下带这个尾音的感觉 因为如果你这个尾音带出来了 就说明你的发音是正确的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在单词音节前面的时候 你 读得比较夸张一点 大家找一下这个鼻音的感觉 同样可以把手放在这里 No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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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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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在中间的时候 D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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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第二个 Fun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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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个 Co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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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在这种地方的时候 它就不会发出一个N的音 而是一个Count 就过去了 所以说你这个地方一定要把这个舌头顶到这个地方来 不然你这个音就会几乎完全被冒过去 然后最后在单词后面的时候 M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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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 R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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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个 Wo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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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同样会听到 几乎要带点那样的尾音才好听 刚开始练习的时候 大家尽量去找这样个尾音的感觉 好不好 然后 小Tip 如果说找不到的时候呢 尝试发 T 找到舌叶齿音成组的感觉 然后再来发这个音 最后一个音 这个地方少了一个括号 就是说前面这两个音 它不是比辅音 只是用来帮助大家找一下舌后软鳄成组的感觉 再一次找一下发下哥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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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这个音 找一下这个舌后软鳄成组的感觉 然后呢 这个地方顶住不动 汽油从上面挤出来 就得到了 嗯 嗯 嗯 这样一个感觉 它不会出现在音节的开头 它都是出现在音节中间 或者是后面 我们一起来看看 Dr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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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 Fin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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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地方有些人会把它发成这个 但其实呢 他为什么不发这个呢 很好理解 你看后面紧接着这个K和这个G 是不是原本就是舌后软鳄成组的呀 所以说你前面如果发这样一个舌头前面和上齿音成组的笔音的话 你在过渡到后面这个辅音上来就会很困难 所以说你就会直接就发这样一个舌后软鳄成组的这样一个笔辅音 这样的话 你从这个N到这个K就会很容易 无非就是个舌头弹开的问题嘛 就会变得简单一点 那么ing这样一个尾坠 它后面几乎都是这个音 大家一般就这个发不好听的话 就是这个辅音发的不是很好 我们一起来看看 B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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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 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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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小tip 找不到的时候呢 尝试发K或者是G 找到舌后软鳄成组的感觉 然后再来发这个笔辅音 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摩擦音 摩擦音顾名思义 是这样一个声腔 什么叫声腔 就是你发出声音的那样一个腔 这个地方你形成阻碍之后 大家会看到 你这个气流是这样挤出来的 挤出来的后果是什么呢 它就不像爆破音 是这样气流直冲冲的一股劲冲出来 它的气流出来 大家会看到它是很分散的 所以说你这时候如果拿张纸 你就会发现 你是吹不开这张纸的 比如说我们发这个 发这个 大家会看到这个纸几乎不动 但是其实你把手放在这里 能感觉到它还是有气流的 但是非常的散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这就是我们说的摩擦音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前面八个分别是两两一对的 清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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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个音呢 是没有对应的 它单独一个人 我们一起看看 首先是唇齿擦音 唇齿擦音是哪个唇和哪个齿呢 这地方我很容易说错 我们一起来慢慢说一下 唇是指你的下唇 齿是指你的上排牙齿 所以是你的这一排牙齿 跟你的下唇 而且这个下唇 大家要注意一下 它的这个要点是在于下唇的内侧 很多人说老师这个音 我发的非常吃力 我要把下面的嘴唇都咬进去 这样发当然会很吃力 就会发的很慢 因为正确的发音 其实只要咬住你下唇的内侧 一点点就可以了 就好像你发中文的飞翔的飞 你不会说飞 对不对 这样非常慢 就非常奇怪 你也是上排的牙齿 碰到下唇内侧一点点 就可以了 然后跟这个是一样的 那么第二个 它的唯一的区别就在于声带 它震动了 它是一个着辅音 原来像我们手机震动的这样一个声音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第一组 第二个 第二组 第二个 第三组 然后第二个 然后第二个 最后一个大家一定要重点注意一下 很多人在我们在吃学生里面 包括跟读的时候 很多人都会把这两个单词分不清楚 因为大家都会把这两个单词统一地读成 off 那么在句子当中呢 你可能会把它弱读 于是它的音节 音标就变成了这样子 这个音标我们回头在后面会讲到这个原因因素 它是一个弱读原因 就是很多原因在句子里面弱读的话 都会变成这样一个因素 所以说这个off 在句子里面很多人就会把它读成off off 但是这样是对的 但是这个词呢 你就不能也读成off 为什么呢 因为它标准发音后面是v 所以说这个单词 它的标准发音是off off off 所以说你在弱读的时候 也只能变成off offoff offoff a friend of mine 我的一个朋友 offoff off 不能读成off 所以说这两个单词 它们的发音是不一样的 意思也就不一样 然后接着看到是一个齿擦音 这个图呢 画得比较模糊 但是大家还是能看出要点 这个舌头舌尖那一点点 是探出来在上下牙齿之间了 而且这个 这两个音 同样是很多人发不对 是我们在中国学生学习英文发音时候的 一个特别大的难点 但是它的这个小知识点 同样是在于 不要用你的上下牌牙齿 把这个舌头呢 咬得死死的 你咬死了之后 气流从哪出来呢 气流挤不出来了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地方 它只是你的舌头 跟你的上牌牙齿 靠得很紧 它就挨着 但是呢 还是我气流想出来的时候 还是可以从中间 把它挤出来的 这是你的上牌牙齿吗 然后这是你的舌头 只有这个接触面 是比较紧张的 下牌的牙齿 其实不太重要 可以不挨那么紧 然后气流在想要挤出来的时候呢 那第一段还是可以放松一点的 让气流挤出来 所以说前面这一个是 不用吐出来太多 然后第二个后面这个是拙的 这样一个发音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首先出现在音节前面 单词前面的时候 然后这个 然后接着是 大家会看到 这两个辅音因素 为什么我们没有写成 刚刚那样的对照的形式 比如说 因为他们俩就是因为太相近了 所以说 不会存在这样一种对照 对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接着是他出现在单词中间的时候 Birth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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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们俩基本上都是对应什么呢 都是对应在单词当中 都是写成这个th 所以说 如果说比如说th 在这个three里面 他是念的话 他就不会同时念th 所以说不存在一个这样音标的单词 是不存在的 大家明白了吧 所以说没有这样一个对照 然后接着看到第二个 bo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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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最后一个牙齿 teeth 然后它单数是tooth 对不对 然后接着看到是这样子的一个th 这个音tho 这个地方就比这个音要格外注意 不要咬太死 如果咬太死你就变成了tho 就变成了这个卓辅音tho 缓得出来 然后第二个thay th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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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个other other other 然后下面一个with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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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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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最后一个单词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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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比较难 大家一定要勤加练习 最后一个我们来看到 是这样一个齿银擦音的这样一组 轻音和拙音 这个地方的齿银说的是上齿银 大家在我们前面那张图里也会注意到 只标明了上齿银 没有标明下齿银 你在说英语的时候 跟你的下齿银基本上是没有关系的 所以说这个地方 大家会发现它的发音 跟我们惯常所以为的不太一样 正常的时候 我们很多人念的是中文当中拼音的这个s和z 怎么发的呢 下排的这个颗骨带的牙齿往前错一点点 然后呢 把舌头放在上下牙齿对齐的那条缝那 于是我们就得到了s和z 但是这样你才会发现 把你英文说到一定境界之后 你会发现这样一个发音是跟不上的 因为它不是正确的英文发音 正确的英文这两个因素 辅音因素的发音是通过你的舌尖 顶住你的上齿银摩擦发声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第一个它不是s 它是s s 有点像舌在吐杏子的那种感觉 s 大家会发现我下面这个颗骨没有往前 就是往前动 同样的这个地方着辅音 它是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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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比较难找到 大家可以试着找一下 如果说实在是找不到的话 你就继续发中文的这两个也没有问题 交流上没有问题 因为别人还是能明白你是在想要发这两个音 就是这个带来的交流障碍不太大 但是有能力的同学 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找一下这个舌尖和上齿银摩擦的感觉 这样的话你在读到后面的阶段 你的这个发音的速度才能跟起来会跟得比较快 我们先来看一看 s s s 下面一个z z z 然后接下来 s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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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一个zip zip zip 大家会看到我的下面这一排牙齿没有一个s 这个动作 然后接着最后一组 s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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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一个z z z 然后出现在音节或单词后面的时候 ra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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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下一组 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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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眼睛的复数 eise eise 然后接着看到是脸颊 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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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下面一个阶段 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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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一个发音 同样会发现他们在音节结尾的时候区别不那么大 接下来看到的这一组摩擦音是舌前 舌头前面和你的硬饿形成一个擦音 大家找一下舌前在哪里啊 对不对 然后顶住硬饿 这个地方画的有点不是那么的准确 你可以在往后顶一点也没有问题 那这个地方大家要注意一下它的要点 它的一个小技巧在于你去找这个嘴形 嘴形是嘟起来的 比你在中文里面发 知吃诗 是这个样子的 它会更嘟一些 对应到什么呢 是 是 所以说对比中文拼音当中希望的吸 你会发现它是很不一样的 它不是同一个音 中文拼音里的吸 我的嘴型口型是很平展的 是吸吸吸 但是这个地方 这个音它是嘴唇一定要嘟起来 它是 是这样一个音 那这个舌位就是你的舌前硬饿摩擦 什么叫不挨着呢 刚开始是挨着的 但是气流要挤出来的时候把它冲开 所以说气流挤出来的时候它就不挨着了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它在前面的时候 首先是 这个音 然后这个 然后这个 然后下一个 然后最后一个 所以说这个地方一定要注意 尤其是在出现在单词结尾的时候 很多朋友会把它发成中文拼音里面的吸 就变成了 pu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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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然后还有比如说希望 wish wish 就很难听 一定一定要做到一个嘟起来的 这样一个好像要亲吻对方的这样一个口型 才好看 然后接下来是这个音 这个 这个音 就是这个拙音呢 它几乎是不出现在单词的前面的 我能想起来的就是这一个单词 genre 而且它好像还不是英文原本里面的 它好像是从其他语言里面借过来的 所以是比较奇怪的一个发音 然后接下来 它几乎只出现在单词或者音节的中间 看到有measure measure measure 然后第二个单词 vision vision 这样一个音 大家会注意到 就是如果说名词后缀是这样的话 它基本上就是 神 但是如果说它因为一些音律的原因 写成这样了的话 它基本上是对应的是这样一个拙音 gen 基本上是这样一个规律 然后接着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声门擦音 或者叫喉擦音 它是一个清明 并且它没有对应的拙音 因为你声门这个地方 如果说你要发这样一个 气流让它往外走 同时声带要震动的话 人很难 就是从生理上来说很难做到这样一个动作 所以说它没有对应的拙音 它就是 这样一个音 所以是 它几乎只出现在音节的前面 不出现在中间和后面 什么叫音节呢 我们简单看一下这个单词 一个原因包含的是一个音节 那一个原因前面可以搭配辅音 后面也可以搭配辅音 所以说这个地方有两个音节 大家会看到 这个是一个音节 就是可以不要辅音 一个原因也能成为一个音节 比如说 啊 妈妈 啊 就是一个音节 一个字嘛 那这个地方后面是一个音节 是前面一个辅音搭配中间的这个原音 再搭配最后的一个辅音 所以说你看 它只会出现在音节的前面 在这个第二个音节里面 它是不是也在前面啊 它不会出现在音节的中间和后面 同样这个地方也是有两个音节 和 这两个音节 前面一个音节当中 它也是出现在音节的前面 所以说这是一个小规律 最后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色差音 就是结合了堵色和摩擦这两个动作 其实你可以把它看成是两个辅音的结合 但是因为它们结合特别紧密 这样的组合形式出现的频率特别特别高 所以呢 它们就演化为了独立的这样一个音速 所以说它们就有了自己独立的这样一个音标 首先你发这两个音的时候 同样一个轻一个拙嘛 那发这两个音的时候呢 同样是先摆成一个t和d 这样一个成组的方式 大家还记得吗 你舌头前面去找你的上齿音 然后呢 你再接的发好像是sh和r这种感觉 什么叫做好像是这种感觉呢 就是你的舌头在你的口腔内部做成这个动作 同时你的嘴形要变成我们刚刚讲的嘟起来的这个嘴形 然后你再把这个气流摩擦出来 于是就得到了sh和r这样两个音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在单词当中 首先看到是舌叶齿音的这个轻辅音 在前面的时候 大家在慢慢慢慢我们学到的越来越多了 比如说这个地方 刚刚讲过的 你就要注意去把它运用起来 然后记得在单词中间的时候 achie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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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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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一定要嘟起来 同样的他们要点是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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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唇唇 这样一个要点 然后最后在后面的时候 c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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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teach teach teach 在后面的时候尤其要注意这样一个口型 千万不要发成中文当中的七 比如说teach teach teach 非常的难听 还有catch catch catch 非常的难听 一定要嘟起来 同样的这个单词也是一样的要点 要这个因素也是一样的要点 要嘟起来 在前面的时候 dr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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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ni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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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间的时候 budg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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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g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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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后面的时候 hu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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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大 lar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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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注意口型 在结尾的时候要注意口型 这个词就不能读成什么呀 不能读成垃圾 因为它不是中文当中很平绽的这样一个声母 g g 它不是这个音 是ch g 所以是large 不要读成垃圾 翻译注意一下 好 这就是我们第一课的学习讲解了一部分 辅音 那大家一定一定要勤加练习 希望能够在你在看第二节这样一个音标的零基础课的时候呢 就已经把第一节的全部都掌握了 这样的话我们在跟着学第二节课的时候 你就可以把第一节课学的东西运用进来 这样的你的单词慢慢的发音才会越来越标准 好吗 希望大家一定要勤加练习 好 我们下节课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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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